记者张金雅台中报道,台中市南区健康公园日前发生有据割伤孩童皮肤,为了解公园有据体贱设施管理维护情形,市议员正宫镜,仰脸中随机抽样20座公园,发现仅2层左右有完善的景语标示,使用说明及无障碍设施,要求市府应对公园有据体贱设施进行全面检验及改善。 郑公敬表示,市府除了加强管理维护邮据,教导民众正确使用邮据也能避免发生意外,因此邮据的使用说明仅与或无障碍设施都应是不可或缺的项目,尤其现在智慧手机普及除了原本应设施的各种实体告示牌外,也可建置QR Code或APP,让民众能透过影片学习正确使用器材。 郑公敬与阳点钟时的抽查20座公园邮据的使用说明仅与及无障碍设施,发现仅敖峰山公园,重沦公园与大甲运动公园的邮据使用说明及仅与告示较为完整。 大雅公园,敖峰山公园,大甲运动公园与国安公园内部无障碍通道较完善。 另外,敖峰山公园,沙坑硬化,英才公园,儿童游戏区软电凹陷,中正公园儿童溜滑梯旁木头已损坏,沙落儿童公园,东风公园,健康公园则都有部分器材损坏。 羊脸中表示,山,海,屯,市区走一轮,公园有距离体建设施完善率,仅二成,很多器材没有使用说明民众要自己摸索,而错误的字,是可能会造成运动伤害。 部分器材的警语或现状告示不清楚,成为使用隐忧,令游戏区于体建区无障碍通道规划不良,往往被管理单位忽略。 建设局公园管理科长张以兴表示,全市设有邮据的公园约400座,巡查员每座公园每周至少会去检查一次,若发现邮据护体建设施损坏,均立即要求维护厂商修复。 至于器材没有使用说明或告示牌脱落,仅与模糊者,建设局已经展开检查与改善工作,本周就会完成。 他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公园邮据及设施损坏,可利用台中好好评APP编选乐活好公园项目进行及时通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